可是现在全球供应链的问题 酿出的涨价风暴越来越扩大了 以前大家说在中南部 找得到比较便宜的这些饮料 珍奶大概有30块钱的 但是现在也越来越贵了 我们就独家发现说 连锁的插音品牌原石 也因为塑胶涨价宣布要调涨售价 大杯的饮料要涨5元 如果是瓶装的要涨10元 插入吸管一口珍珠一口珍奶 堪称国民美食 但珍奶也逃不过涨价潮 所有饮料的原料也纷纷都涨价 以这个珍珠为例 现在的进货价一包是155元 但未来恐怕会涨了10% 一包进货价可能会来到170块钱 一杯珍奶的基底红茶叶一包五斤 涨幅也有2% 而一桶的糖涨了7% 纸杯PPP也纷纷涨价 涨幅在5%到10%左右 现在一杯珍奶的价格 已经50块钱60块钱起跳 未来价格恐怕还会更贵 原料都在做涨价 然后像我们的珍珠 然后还有PP杯跟纸杯的部分 然后还有运费的涨价 都会反映在我们的原物料涨价里面 所有的原物料都稳定之后 才会再做评估跟观看 那目前都是由总公司这边去做一个吸收 这一家业者表示会先自行吸收 不过另外一家业者则蹭不住了 原石在粉砖贴出公告 11月15号因为原物料各项成本上涨 价格有所调整 大杯饮料涨5块钱 凭装饮料涨10元以红茶为例 大杯红茶25元涨到30块钱 我觉得手摇影吗 或是一般炸的之类都有变贵 主要涨的原因其实也不只是食材 包含塑胶制品涨价 光是装饮料的杯子 还有罐子都涨价 再加上明年开始 基本工资都要有所调涨 对于大多听请打工族的饮料店来说 更是雪上加霜 调涨实在是真的扛不住了 东森财经新闻 刘子藤零浩宇 台北报导